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牙齿的健康不仅是外表的美观 其实对于人的整个身体健康来说 也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想要先请教一下彭医生 在你平时看诊的过程当中 口腔方面的疾病都会遇到有哪些呢 是 是 这个是大家大概最常就是碰到 我们常常会听到病人进来 大部分都会问说 这个牙齿酸啊 或者是疼痛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平常比较常注意到的就是 可能有的时候很简单 大概洗洗啊 把它清洁干净啊 大概就可以减少到很多这些敏感上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比较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包括有些病人可能容易蛀牙 那就看它是平常是牙齿本质的问题啊 还是保持口腔卫生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啊 那还有一些病人啊 他可能不知道是压力比较大 还是那个牙齿本身容易就是断裂啊 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平常比较常见到的 那当然是到最后啊 如果说这个病人大概一进来 就到时候我们这个已经知道自己牙齿已经疼痛啊 有助冻啊 或者是甚至已经发炎肿脏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帮他安排 做一些比较进一步的治疗 嗯 彭医师您看 其实我们平时去看牙科 一些急症的话通常都是比如说我牙齿发炎 就是被虫蛀了以后的这个蛀牙 或者说呢 吃东西不小心崩掉了 有这个缺失牙 这种方面比较常见 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牙齿的问题 是很多很多的啊 要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分析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哪些不太好的习惯 有可能会造成牙齿 或者是口腔方面的问题呢 是 是 是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常常听这个牙医师讲说 啊 每天要记得要刷牙 一天要刷两次牙 那很多人有的时候就可能他就跟我讲 我有刷牙 我刷了好几次了 一天刷三四五六次了 怎么还是会住牙 我就问他 我说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您刷得太急了 还是说有没有哪个位置啊 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哪个地方不容易刷到啊 我们帮你看一下 那有的时候啊 可能是刷太用力了 结果把这个牙齿都给刷到 已经都已经凹陷下去了 那还有一些时候啊 可能有时候大家刷牙 然后就忘记了 可能还要用个牙线啊 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知道现在很多人也很流行啊 牙线不容易用啊 那我们就用这个洗牙机啊 用冲水的啊 说啊 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都可以啊 这个效率好像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会听到很多病人会问同样的问题 特别现在啊 这个广告打得很凶啊 那很多地方也常常会在促销啊 那这个问题啊 其实解决到根本上啊 就是刷牙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主要是这个刷的位置的问题啊 跟这个效果的问题 那所以如果说您这个牙刷能够放在这个正确的位置 然后让该刷到的地方都有被刷到的话 那这个不管是用手动或是电动啊 它都有很好的效果 那另外一个就是啊 有些人会觉得说用手动啊 好像效率上没有那么高 因为这个电动好像 你看这个电动它这个速度这么快啊 一分钟可以刷这么多次啊 那一定是刷得比较好 那如果说这个电动的牙刷能够帮助您啊 您觉得刷起来比较舒服啊 也比较干净啊 那我觉得啊 只要是能够用 总比这个牙刷放在桌子上好 所以如果说病人啊 他有比较习惯哪一个方法 我都会建议他说 只要您喜欢 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方法 用得对用得好 有用啊 就是有效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倒是有注意到 是这个新的这个电动的牙刷 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东西要放在里面 那我听过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方法是 他有这个蓝牙的系统 他这个您刷过的地方啊 他在这个 用这个APP上面啊 可以告诉您哪里刷到 哪里没刷到 或哪刷比较重哪刷比较轻 但我是觉得这方法蛮好的 因为他给你一个这个互动 所以让您可以知道说 我今天刷 嗯 刷得还不错 这个昨天刷这个太忙了 太急了 一下子这个左边这边好像没有完全刷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病人一个教育的工具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当然是手动的话就没有这么fancy 这么高级 有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手动的话它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就是您可以来决定这个手动的牙刷的大小啊 或者是力道的强度 都是您自己来决定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哪一个都好 只要能够拿来用 不要让它放在桌上睡觉 那这个一定可以刷得很好 没错 彭医生 其实除了这个牙刷的种类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大家使用这个刷牙的这个时间啊 其实也很重要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跟我们一样 就是选择早晚刷牙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 担心吃完食物以后嘴里会有味道 或者牙齿上会流上这种生的牙剂 没有办法清洁 所以有的人会吃完饭以后 马上选择刷牙 请教一下彭医生 像这样的习惯是不是有用呢 这个问题很好 很好 因为这个很多人就会在考虑到说 那我到底一天要刷几次才会是最好的 那当然我们是说 您可以刷越来越多次的话 我们当然是越高兴 那至少的话可能早晚一次 那刷的时间像您刚刚讲是一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关键 这个刷牙的时间 病人每次跟我讲说 我早上起来 一早起来我就来刷牙 我说那您刷完牙有没有吃东西 因为我吃东西 那吃完东西还有再刷吗 当然没有 我已经刷过了 那所以那您吃完的东西就放在嘴巴上面 留在牙齿上面 那这个牙刷可能它就没有真正的帮助到您在早上这一部分 那同样也是 我常常有时候有些小孩子家长会跟我讲说 有 我晚上我有帮小孩子刷牙 我每次帮他洗澡的时候 我就帮他刷牙 他刷完牙以后 那小孩子就渴了 所以我就给他喝牛奶 我说那您这样子刷完了以后 牛奶又在喝了 牛奶又留在牙齿上 那所以就是这个刷牙的点很重要 这个一定是我们吃完了东西以后然后刷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时间点 这很重要一个是我们让这个牙齿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复衍 其实我们身体有自己修复自己的能力 牙齿也是一样 牙齿它的修复的时间是完全是在我们帮它清除完了以后 然后靠着我们嘴巴的一些唾液啊 舌头的移动啊 或者是嘴巴的口腔的移动 然后那可以让它这个牙齿上面能够保护起来 然后能够能够把这个健康的东西从唾液里面再回复到牙齿生命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知道牙齿越干净的话 那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复原修复的越好 那所以这样您就知道是说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大家 能够在吃完东西的时候刷牙 然后刷完牙以后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可以自己修复 大概要个几个小时左右 那这样让您在下一次再吃东西的时候 又再受到这些其他的食物或者细菌攻击的时候 它牙齿它还有在之间中间有一个这个时间可以自己修复 那可以再抵抗这个新的攻击 嗯 非常有意思 看来这个刷牙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啊 彭医生 那么您看刚刚您也提到了 除了刷牙以外 其实我们还会日常用一些牙线啊 或者是漱口水 请教您一下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说用这个牙线可能会把牙齿的缝变很大 反而容易有食物的残渣进入到里面把它塞住 好 那么请教一下彭医生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呢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跟我讲的 你知道我跟她讲这样子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每次都会问她 我说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您的牙齿应该是会越来越松才对啊 然后我就会问她说 那您真的觉得有越来越松 好像也没有 其实它还是很紧 那我就问她说那这样好了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牙线 那我们来挑一个让您觉得是比较能够用牙线 然后比较方便也比较舒服 那所以它之所以为什么市面上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有的是片状的牙线 有的是很细薄的牙线 有的有味道的 那各种各样不同的话 甚至有的人喜欢用水来冲 我觉得只要是重点是这个牙线它轻的位置 是我们平常牙刷比较不容易刷到的地方 也不管不管这牙刷多大多小的头 它都不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健康的牙齿互相之间都会碰在一起 那这个牙齿跟牙齿中间这有一些细缝 还有包括牙齿跟牙肉中间 其实也有一点点小细缝 这些小细缝有的时候这个牙刷 它不是那么的有效的包明清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可能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工具 那牙线就是因为降水被发明出来的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清除掉一些比较难 用牙刷比较难够清除的地方 那只要说一天的话 至少如果可以用牙线一到两次 这就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棒 这个我听过这个有些病人跟我讲说 他用这个水冲也是不错 我们就说那您这个只要是有用 这个都会都一定可以帮助得到的 彭医生请教您一下 其实我们还知道有这个漱口水 很多人有用漱口水的习惯 那么用漱口水应该怎么样更好的选择 他用的这个时间才能够让他发挥最大的作用呢 是在刷牙之前用还是在刷牙之后用 请教您一下 是是谢谢 这个漱口水是现在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门的东西 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赶快把嘴巴塑一塑 只要嘴巴口腔觉得清新 这个味道很好 这样子就达到 这有点像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如果只是泡在浴缸里面没有真正的来刷死这身上用肥皂 可能不是真正最大最大的效果 所以像您讲的要怎么样让他达到最好的效果 您如果可以先刷牙 然后把一些牙齿外面的这些脏的东西去除掉 让您牙齿能够回复到原来正常的这个样子位置的时候 然后再用漱口水 它可以直接接触到您牙齿表面 这个效果实在是非常非常好 那至于说漱口水有好多种 有各种各样 在市面上一整排 我每次去超市我就看 又有什么新的漱口水我可以来试 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一些厂商 他们漱口水都很棒 有一点倒是要大家特别去注意的 一般大人用的漱口水 有两种主要分成两种 一种是有含酒精的 一种是没有含酒精的 那这有含酒精的就是那种 我们漱完了以后就会这样的 很清爽的感觉 因为它会让您就是它的酒精在蒸发的时候 会让您嘴巴会有这种清爽感觉 那比较要小心的就是 这个有酒精的这个东西 它会让您的嘴巴这个口腔膜也比较干 那所以有些病人他本身体质关系 可能就比较容易干燥 就要比较小心尽量要避免可能避免食用的 因为即使说我们这样在看 现在有很多科学上他们在研究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使用 然后可能会不会也造成说 有可能会将来会比较容易得到口腔了 这个到现在来讲都没有很直接的这个科学的根据 但是大家都一直有在看这些事情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包括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 那另外如果说没有这个酒精的这个漱口水 这个漱口水就比较没有那种清爽 马上马上清爽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也有效 为什么有效 是因为其实他们这些漱口水里面的成分 其实大部分都类似 所以主要是这些成分它来去攻击这些细菌 然后让这些抑制这些细菌的生长 那当细菌不生长了以后 你嘴巴里面就不会产生异味 那就对您来讲的话 这个口腔就会比较干净 所以大概主要的话 一般来讲要比较小心的就是说 看自己身体的状况来决定什么样子的漱口水 那还有另外最后还有一种漱口水 是它里面就是有含佛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牙膏里面也有含佛 那病人就会问那漱口水 为什么还要再用佛 那因为有时候这个牙膏 它可能不一定有碰触到您牙齿每个部分 那牙线可能也没有不一定有含佛 那这个时候水就很好用 因为这个水它就可以到各种各个小的细节里面 去帮您这个再强化您的牙齿本质 那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蛀牙 所以容易蛀牙的人 可以来尝试看看这个含佛的漱口水 它其实是蛮好用的 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 我们家小孩子最喜欢就是这个 bubble gum的口腔 它还蛮好吃的 非常有意思 彭医生您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牙膏 其实也有不同的选择 我相信这应该不仅仅是厂家营销的一个手段 一定它还是有它这个每一个不同的功用的 比如说您看刚刚提到有这种含佛的牙膏 然后还有针对敏感牙齿的牙膏 还有美白的牙膏 请教一下彭医生 您觉得是不是每个人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牙齿不同的状况 来选择不同的牙膏的呢 是是是是 您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这个就像您说的 它市面上会有这么多种 那一定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 所以它依照不同的需求来发展出来 那所以如果您比较容易敏感 有的人牙齿比较酸 有的人年纪大可能牙肉萎缩 那容易酸的话 这个敏感性的牙刷的确是很有效 那就是要注意到 它既然是叫敏感性牙刷 它一定是里面有含某些成分 它是特地去为了您要不要敏感 所以它放进去的成分 那有的时候我会建议病人 如果说可以的话 假设敏感已经没有那么严重 看看要不要开始交替 例如说白天的时候用普通的牙膏 晚上用敏感性的牙膏 慢慢让自己渐渐渐渐 不要这么依赖这个敏感性的牙膏 那原因是因为这个任何的东西 它如果有特别的用途的话 就表示它可能有某些成分 它可能是一些药物 那当然是不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这么依赖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通常会建议别人 试试看 然后有效了以后 慢慢就看看能不能脱离 不要使用 那当然是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 那医生也会建议 另外当然是医生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开厨房的 那不过这个东西可能要医师来决定 说看哪一种厨房的牙膏比较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漂白牙膏 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流行 这特别是年轻的人好喜欢用 那因为他们每次都会问我们说 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漂白牙齿 我常常就会跟他讲 所以你的牙齿还在长 如果弄漂白 漂白里面有漂白 假设有漂白剂的话 可能这个你牙齿会太敏感 于是他们就很认真的就跑去买了这些 漂白的牙膏 那漂白牙膏其实他 大家用的时候 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他其实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漂白剂在里面 他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漂白功能 大部分的里面就是他有一些小的一些粒子 他比较粗一点 然后他可能 但你在刷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一般那个车子在打量一样 那就把他的一些那个表面上的一些脏的东西磨掉 牙齿看起来就比较白比较粘 所以他事实上其实是没有这个不像敏感性的牙刷 是真的是有一些药物成分在里面 漂白牙膏比较没有 但是要比较小心是在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这些刷牙的力道 因为如果已经刷牙本身就比较用力 然后又用这种比较粗糙的牙膏 这个牙齿就容易被刷掉 有些人的牙齿有这个表面的法郎值 就容易被刷掉 所以这个图分就要小心 所以用牙膏其实也是要因人而异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看 您看彭医生 其实呢我们都说很多良好的习惯要从小养成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牙科 我觉得如果这个小朋友从小就注意 养成一个良好的口腔的习惯的话 可能长大他的牙病就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请教您一下 有关于这个儿童牙科方面的一些问题 小朋友大概您觉得他在乳牙的时候 也就是说没有换牙之前 是不是需要养成刷牙的习惯呢 大概就是从出生以后到这个 慢慢的长出成人牙齿 这段时间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保健的工作呢 是 是 是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教育从妈妈开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 从这个帮助他的人开始 那只要帮助他的人的观念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事情都很容易 所以我们其实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其实是会先从妈妈先开始教育 那妈妈什么时候开始教育 最好的时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我就开始教育他 为什么要做怀孕的时候教育呢 因为其实小孩子的牙齿 特别是他的乳牙 在生长的时候 其实在妈妈还在怀孕的时候就在长 所以很多小孩子他在出来以后 他问我说 妈妈问我说 为什么这小孩子的乳牙长成这个样子 我就问他 那您怀孕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大概在什么时候 他会回去想想想 哦 有啊 那时候有吃药 那时候我那时候有些压力啊 这个啊 其实后来都会影响到 我们在小孩子的牙齿上都会看到 那所以呢 妈妈怀孕 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妈妈健康的话 小孩子也健康 那小孩子特别 小孩子出来了以后了 妈妈有正确的观念 妈妈也吃得好 小孩子牙齿也就强壮 那接下来的小孩子慢慢开始 要开始在长大 开始在长牙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这个妈妈 很重要是可以帮忙他 就是习惯有这个东西在嘴巴里面 所以在最小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开始有牙齿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妈妈 有时候喂完奶啊 就可以嘴巴到小孩子这个嘴巴里面 然后按摩一下他的牙肉啊 小孩子也比较舒服 然后等到小孩子开始长啊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从这个下面啊 下面有两个小门牙会开始长很可爱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可以用一些在手上面 他可以装的一个有小小的那种小牙刷 他就套在手上的 他就可以帮小孩子这样局部的帮他刷 那小孩子慢慢他习惯了以后 将来长大要帮他刷 他比较不会那么样子抗拒 因为他已经习惯有人就是在他嘴巴里面 碰来碰去 所以他比较不容易抗拒 那这个东西啊 妈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的小孩子越长越大了以后啊 牙齿后面开始从前牙长到后牙 越来越多颗牙齿 越来越麻烦的刷 特别是当后牙长有的时候长了以后啊 牙齿都黏在一堆 有些小孩子现在 他牙齿长得比较乱一点 那我就会建议妈妈 可以用那种小小的牙线棒 那帮小孩子稍微练习一下 那将来让他使用牙线 会方便很多 因为小的从小像您说的 从小养成习惯 将来长大以后 要再给他任何新的东西试的时候 他的适应力就会很强 彭医生您看 在这个差不多学龄前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本身就是天性 可能他特别爱吃糖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小孩都是一样 小孩都很爱吃糖 喜欢吃甜的东西 那很容易产生取齿的问题 那通常这个学龄前 我记得是K1的时候 大概是Kindergarten的时候 学校就会组织小朋友 去牙医那边做这个牙 那个应该是叫牙槽钩的封闭吧 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必须的动作 还是只是为了图方便 让家长更方便 就是不会造成取齿的问题 那么这个牙槽钩如果做了封闭的话 会不会给小朋友的牙齿的生长 造成一定的问题呢 是是是您这一些问题非常的好 这个没有错 这个牙钩这个封田 是我们这个耳童牙科非常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做 那是他鼓励的方向 大部分就是要看每个病人 他本身注牙的这个几率 那对一些病人 如果说他本身其实刷牙刷得不错 然后这个口腔吃饭的习惯也就像您说的 是不是喜欢吃甜的啊 或者是看他吃饭是不是常常每两个小时就吃一次 因为这个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 如果说这个小孩子啊 他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吃东西 随时都问他肚子饿不会要一直吃 那他随时牙齿就没有复原的机会 那所以像这种时候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那我们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心长的牙 在最后面特别是一些大牙 很难刷真的很难刷 因为小孩子常常都会觉得很恶心 如果说牙刷放那么后面 所以这真的也是为这个父母来讲是一个一大福音 因为可以让他们真的是刷牙起来比较轻松一点 那但是小孩子就是要记得 还是要记得要刷 那这个的确是会减少他变轻职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关于这个儿童牙科的问题 彭医生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 因为这里面的话题其实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这个父母可能关于这方面都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请教您 不过今天非常遗憾我们节目的时间呢就要到了 非常感谢彭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带给大家很多有用的资讯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